迎接中秋节花林市立幼儿园 特别针对了大中小班 分别举办了幼建中秋节的活动 由找月兔游戏 拨幼子制作幼香包 以及制作玉兔奶酪 让小朋友们一同欢聚 并且认识中秋节故事的由来 市长魏嘉贤也到现场和孩子们来欢度佳节 玉兔在哪里 长儿在哪里 迎接中秋节花林市立幼儿园 针对大中小班分别举办幼建中秋节活动 像是小班DIY幼香带 中班的找玉兔庆团圆睡衣趴 水中捞月 大班则是中秋玉兔奶酪制作等 要让小朋友从有趣的过程 了解中秋的由来 藉由庆典活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了解到 每一个节日的重要性 那我们刚刚也有分为小班 中班跟大班 各个不同的班别 有各个不同的一个趣味的一个游戏 让大家在游戏当中学会了解到中秋节的一个意义 内涵在哪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班别都有不同的一个有趣的一个活动 那再次要谢谢我们老师非常用心的规划这一系列的活动 那也敬祝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跟所有家长们在中秋节都能够非常圆满 然后团圆在一起 小班主因为刚进入校园 所以我们也特别带他们进行了一个团体性的活动 一起认识中秋节的游来 然后呢一起制造柚香 制作柚香带来 让他们可以带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分享 然后一起品尝柚子跟月饼 都是对小班的新生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体验 大班的幼儿老师带着他们一起制作月兔奶酪 然后呢奶酪的造型是月兔的图案 然后我们也透过大班在学校一连串的中秋节活动 最后让他们自己DIY做出月兔奶酪 带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分享 代理员长李飞玲表示 实力幼儿园里大众小班各年级 分别有丰富逗趣的主题活动 期盼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 都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有趣 市长为家贤则希望孩子们回家 能与家人分享学习的成果 幼儿园会持续提供更多更不一样的想法和创意 让孩子在思考中激发兴趣 也能更享受每个阶段的学习过程 这次讲帮院华联士报导 这次讲帮院华联士报导 这个帮 olvid có无 ill的 如果继续提供有一个阶段的人